翌日的關心的就是 宜蘭理工事兵 同市所發生的嚴重 報告以外 或是發生到 已經算是第四天了 今天有哪有留意要求 這個國防部 要到這個議員說清楚 國防部來表示說 這個粗暴的一些調查 真正的原因 說要還要請到這個學家專家 到現場看待 這個被受傷的人 現在確定有兩個人 已經不幸來過往期 其他這個受傷的人 有的人今天要來進行手術 贊蘭理工事兵工事兵工事兵 作出8名 適關兵架剪丸嚴重受傷 有立委接聞 到底蘇國發生原因是什麼呢 國防部今天頭一次 把東西拿到相鋒堂貼菜 國防部檢訪可能是裡面的 食物及燃機所造成 它可能拉的過程 可能太快 或者是造成一些摩擦 因為裡面有氫氣 就造成這次的意外事故 另外立委也評 方佛秀書 拆帶長大都應該穿風雨衣 為什麼只穿麵積的三塊呢 火前本來上架裡面 除了購完林秀美已經更新 二十七歲上架林俊華跟蕭亞董 放棄急救 在三十五晚上不僅更新 這次六名上架裡面 其中一名上架比較近的事官長 張俊德今天進行進步的抽出 其中有一位病患比較輕的 百分之十一的病患 今天會做直皮 那他如果直皮順利的話 他就可以進入康復階段 高雄伯表示 對著這次更要意外上架 本土一定會提供最好醫療照顧和照顧效件 就不形翁星的死者 如果林俊華會得到一千三百萬作業的負責金 離國外喝酒美 可以得到一千兩百萬作業的負責金 離國黃伯今天要邀請 下車轉到現場看著 調查訴告真正原因 希望相關主題賣國再發聲 記者 總共報道 記者 總共報道